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美剧《Line to Me》第一季第十集的案件 这天夜里,华盛顿的一所民宅发生大火 消防员最后进入房间,想要救出被困的女儿和外婆 但就在此时,房屋内发生了爆炸 第二天,一个女人出现在卡尔的办公室 她随意地坐在卡尔的座位上,玩弄着她的面具,开着不算友好的玩笑 丽娅第一眼就觉得此女来者不善 经介绍才知道,这就是现任司法部长助理,卡尔的前妻左翼蓝灯 左翼问卡尔是否介意为她的前妻工作 因为有个重要的案子,需要她出面 卡尔跟着左翼来到医院 昨天的那场火使弗兰克的女儿二级烧伤 她的岳母在火灾中丧生 有个目击者看到弗兰克的旧友杰克出现在火场 杰克是一名记者,曾与弗兰克有过矛盾 但问题是,这个目击者的可信度有些问题 因为他是弗兰克的小儿子AJ AJ告诉他们,妈妈在返回屋子 找姐姐麦奇和外婆的时候 他看到杰克从地窖跑了出去 卡尔用狼来了的故事半哄半吓地引导AJ 但他反复强调自己说的是真话 卡尔并没有发现他有撒谎迹象 两人随后去见了嫌疑人杰克 他在今日发现节目里 依靠曝光自己老朋友的事故遭遇而出名 提到弗兰克的时候 杰克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轻蔑表情 左翼称这个表情他相当熟悉 杰克告诉卡尔他们 他跟弗兰克早已经不是朋友了 卡尔问他为什么轻视弗兰克 杰克想要否认 卡尔说如果你想在设想机前混饭吃 一定得学习怎么更好的撒谎 杰克说半年前弗兰克失业 曾打电话向他借钱 虽然很多年不联系 但是他们毕竟有交情 于是杰克借给了他一笔钱 但一个月前他给弗兰克打电话 想问问他的境遇 弗兰克却认为他只是打电话讨债的 现在还要冤枉他放火 他自然对这种万恩负义的人充满了鄙视 杰克看起来也没有说谎 吉利安表示他需要再给AJ做一次心理评估 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会混淆事实和想象 正在这时左翼接到男友的电话 他跟对方显得感情很好 但吉利安觉得这是假象 他判断左翼应该恢复了单身 他很不希望左翼的出现会影响卡尔的情绪 因为他们离婚时这种情况曾经有过 卡尔表示他只是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随后吉利安和丽雅受到警员莱莉的委托 前来调查南部地区的飞车枪击案 被害者是一名年轻的混音师蛋特 他在三天前从夜总会出来时 被人驾车击中胸口死亡 嫌疑人是一个此前和他有矛盾的男人卡登 他们在一周前曾经争吵过 卡登是个黑人圈子里有名的说唱歌手 他在歌词里曾经唱到过自己枪杀了六个人 莱莉找到卡登时他正在开party 对于莱莉的到来卡登完全无视 身为经纪人的表哥戴维劝他和警察合作 卡登觉得这种指控很无稽 因为他曾经和戴特还有戴维三人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虽然戴特跟了自己的竞争者 但他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戴维指出在案发当时 卡登正和自己一起看球赛 莱莉判断卡登没有说谎 他对戴特的死很悲伤 这是凶手绝不会有的情绪 画面来到爆炸案这边 吉利安来到医院为AJ做了心理评估 卡尔假装跟虚构的人说话 AJ坚持说他旁边根本没有人 加上他对童话的理解 卡尔认为他是完全可以区分现实和理想的 但吉利安说能够区分别人的想象 不代表可以区分自己的 这时左翼带来一个线索 弗兰克不止向杰克借过钱 实际上他债态高筑 但他却在房价下跌之前办理过业主保险 也就是说烧毁后的房子更加值钱 然而弗兰克对纵火片宝的说法失口否认 他说火灾不仅毁了他的房子 更加毁了他的生活 这时洛克尔发现病床上的麦奇似乎很伤心 但他坚持说一切都很好 出事之后父母都没有离开过 洛克尔发现麦奇提到自己的妈妈 显得很愤怒 卡尔马上回放了AJ的评测录像 发现在提到杰克的时候 他的妈妈立刻表现出焦虑的情绪 卡尔单独找到弗兰克的妻子 问他是不是与杰克有私情 妻子因为害怕丈夫知道 只有乖乖地说出实情 九个月前他在购物时遇到杰克 那时的杰克事业得意 显得很自信 相比之下 弗兰克的境遇却一段糟 夫妻生活也很不和谐 所以他与杰克开始偷情 他想过离开弗兰克 但他知道自己和孩子是丈夫的全部 所以就和杰克分了手 杰克当时表现得很理解 他认为杰克绝对不会做出纵火的事 得知杰克和弗兰克妻子的外遇后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杰克的妻子 同时也是他电视台的同事 但杰克表示 他一周前已经将外遇的事对妻子坦白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妻子还阻止他在接受讯闻的时候说出来 虽然他在为丈夫的出轨而生气 但他认为婚姻问题并非是单方面的 他们需要共同想办法解决 卡尔和左依似乎因为这件案子被勾及一些回忆 卡尔也对当时左依的离开心怀芥蒂 他第一次正面提出了这个疑问 左依告诉他 因为他想要的是一个有私人空间的婚姻 不用被丈夫拆穿所有的心事 也不用总被人盯着眉毛看 吉利安让AJ画了很多画 用来描绘他心目中对纵火犯的记忆 从画作可以反映出 AJ对纵火犯的印象跟圣诞老人一样 都是被灌输过的记忆 而且是一个他很信任的人告诉他的 因此才让他深信不疑 AJ最信任的人就是父母 但弗兰克表示他根本不知道妻子的外遇 而他的妻子更是在火灾中失去了母亲 他们都坚决否认自己教唆AJ去指控杰克 卡尔判断他们夫妻二人说的都是真话 晚上卡尔的女儿艾米丽告诉他 左依的男友罗杰已经向他求婚 但他犹豫着没有接受 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放下了卡尔 女儿说他其实一直都清楚父母间发生了什么 这句话似乎提醒了卡尔 他突然想到一个一直忽略了的人 第二天他和左依又一次来到医院 但这次他们询问的对象是受伤的麦奇 卡尔问麦奇是不是一早知道他妈妈出轨的事 麦奇哭着承认了 他曾听到妈妈给杰克打电话约他私奔 他还听到父母吵架 他恐惧失去这个家 于是想让杰克来为火灾负责 事后他一遍遍地告诉AJ是杰克放的火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场他想要保住家庭而放的火 会让他失去外婆 麦奇非常后悔 但弗兰克夫妇最终决定原谅女儿 他们向女儿承诺不会分开 一家人哭着抱在一起 这个结果让卡尔和左翼都非常感慨 然而事实刚搞清楚 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昨天同区发生了另一起纵火案 FBI认为凶手和烧毁弗兰克房子的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第二起被看成了连环纵火案 两人迅速赶到现场 FBI告诉他们 两起案件的起火点和化学出媒都一样 所以应该是一人所为 但第一起案件是麦奇放的火 所以这件案子一定有问题 卡尔询问了第二起火在家的男主人 因为他发现在谈到房子烧毁的事时 他嘴上说着难过 但嘴角却不自觉地表现出轻松愉悦 似乎对火灾乐见其成 男人只有告诉卡尔 他和妻子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 几个月前就想分手 但是房价下跌卖出去会亏钱 但现在有了高额理赔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他才会觉得火灾是件好事 卡尔最后问他 他的妻子是否有出轨行为 男人承认了 卡尔突然想到什么 他拿着杰克的照片问女主人 是不是最喜欢这个主持人 女人脸上的表情已经暴露了一切 这个女人是杰克的另一个情人 但放火的并不是杰克本人 而是他的妻子 妻子通过他的电话 找到了他所有外遇对象的名单 在弗兰克家的火灾之后 他想到用同样的手段来报复那些女人 纵火的行为通常是为了显示权利 而杰克的妻子 正是在他做妻子的权利遭到打击之后 才想通过这种行为来泄愤 画面来到丽娅这边 丽娅和洛克尔发现 在卡登竞争对手里斯特的party上 两人曾假装闹矛盾 他当时的表情并非真的生气 这可能是一种炒作 这么看来 卡登不可能因为竞争对手的事 与弹特结缘 但从李斯特的歌词中能够看出 他是个憎恨同性恋的人 而受害者弹特恰好是一名同性恋 所以杀害他的人 也可能是身为他老板的李斯特 丽娅在警官莱莉的陪同下找到李斯特 问到对手下弹特是同性恋的事 有什么看法 李斯特否认自己讨厌同性恋 那些歌词不过是为了卖唱片需要 但丽娅看出每每提到弹特 李斯特还是很愤怒 而他解释自己愤怒的原因是 他一手将弹特培养成最好的婚姻师 但他需要背叛自己 跟着卡登跑掉 就连长工资也留不住 质疑他为什么要走 李斯特自己也不明白 丽娅再次见到卡登时 他显得非常低落 丽娅问他为什么弹特会离开李斯特 转投他这边 卡登没有回答 他依然显得很悲伤 因为今天是弹特下葬的日子 而他因为身份的原因不能去送行 丽娅看出卡特对弹特的感情是爱 原来他们一直是一对 但在卡登说到自己爱弹特的时候 他表哥戴维的脸上 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轻面 丽娅又一次问戴维 案发那晚他在哪 戴维仍说自己跟卡登一起看球赛 但卡登不再替他隐瞒了 他告诉丽娅 戴维那天根本不在家 戴维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掩饰 于是承认是他杀了弹特 因为他不想弹特和卡登的同性恋关系曝光 那会毁了他们辛苦经营的事业 所有案件结束之后 犯人都被绳之以法 卡登依然去了弹特的墓地 麦奇被父母从医院接回了家 左翼告诉卡尔 其实他们在工作时的关系并不差 卡尔欣然接受了他的再婚 虽然他们最终并没有处理好这段关系 以上就是来图密第一季第十集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